我們對今年5月 美中雙方談判的結果 和這次峰會共識的細節不太清楚 所以我們很難判斷 現在這次峰會的共識 是不是回到半年前的原點 有沒有新的進展 就按照美國之音的報導 美國智庫的葛萊儀就說 這次特席會的協議是個戰衛服 本來數月前就可以達到 戴博也說 特朗普這次沒有得到 他在6個月前得不到的東西 單純說我覺得不夠全面 你不錯 看起來現在很多情況 和5個月前 6個月前 好像沒有什麼兩樣 過去5個月前 6個月前 中方的態度就是 願意購買大量的美國商品 願意就美國經營貿易的問題 和美國談判 現在中方也是這個立場 也是說要願意大量購買美國的商品 願意就美中貿易的若干問題 和美國談判 好像沒什麼區別 但是這中間的雙方的態勢 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美方比中方要更主動 也更強勢 這個從這次特席會的結果 就可以看出來 這次特席會 美方唯一的讓步 就是把加成新的關稅的期限放寬了 從30天放成了90天 這是他唯一的讓步 而中方的讓步 就像我們剛才談到的 第一他答應 馬上就要購買美國的大量農產品 這就意味著他就願意現在就取消 先前就對美國農產品 所增加的關稅 另外呢 還中方也同意 要對這個高恩收購 N4M重新考慮 再有呢 很重要的點 剛才很多朋友 張一帆先生都提到 就是中國 這個願意就中國經濟的一些 結構性的問題 就結構性改變的問題 和美國談判 那麼爭取在這90天內 能達成這種協議 那麼這就給種感覺呢 就是中國方面 在這個問題 在這些問題上 還是有進一步讓步的空間的 因為如果中國認為 他在這些問題上 所謂在結構性問題上 他不會有任何改變 不願意做任何改變 那麼他就可以擺明自己的立場 而且就擺出一副 反正我就這個樣子 你接受也是他 不接受也是他 那麼他現在沒有擺出這個資產 表示願意在未來90天 和美國加進去 就這些問題做談判 這當然就給對方一種感覺 在這些問題上 他可能還做些讓步的 當然這裡也不排除 中方這麼說 是有種所謂 以時間換空間的 這麼一種打算 只要在未來這段時間 如果美國方面 特朗普方面 會不會遇到什麼麻煩呢 那這樣會不會 就軟化他的立場等等 不過這至少也表明 中方意識到 自己現在的地位是比較被動 是比較出於下風 所以才會採取這種 以脫代變的策略 在這一方面來看 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 現在的一切 只是回到了幾個月前的原點